86. 太陽報 林炳昌告上市公司選聲譽 2015年7月8日講文A14 本報信 持有上市公司名原醫療發展有限公司約一成八股權的律師林炳昌 不滿該公司本月3日一份公告 內容涉及該公司對林提出法律訴訟索償 原告林炳昌前日日品公園 民事控告銘員醫療發展有限公司及其公司主席姚元 兩名被告 誹謗 日品狀指 該則公告令人以為原告不合法地收購該公司約一成八的股份 損害了原告聲譽 原告要求法庭頒令 敢指兩名被告繼續誹謗他及收回涉判公告 要求兩名被告向聯交所及中 英文報紙等刊登向原告道歉的通告 最後要兩名被告賠償原告損失 網見序7編號 HCA 15175 測驗 絹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